今天想要分享一下我们是如何给小朋友剪支架的 一般来说呢 你需要一个支架剪 支架 支架剪在哪儿 谢谢 对于一岁走到小朋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毕不听你的话 当你叫他过来的时候他也听不懂 你过来 可以自己剪支架吗 阿德 来 来 妈咪 我需要剪支架 我需要剪支架 因此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知道你一定要剪支架了 你 听听我说 你需要剪刀 我需要剪刀 我需要剪刀 指甲内容易剥藏细菌 不利于健康 容易刮伤自己和他人 指甲内藏不纳垢 影响你肥肥美观 对呀 影响你做家务事 指甲太长不小心勾到了袋子 你认真亲一样 对呀 嗯 我在这里呢 妈妈 你现在完全认可妈妈吗 你一定要剪支架对不对 剪支架 所以我们要剪支架OK 对吧 祝一个人卫生OK 嗯 我们可以剪支架了吗 耶 嗯 耶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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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上就是我如果给一个一岁小朋友剪支架 用那些拜拜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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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们再多看